各位帶領 姊妹 這個是最真誠的稱呼 在在座有校長 有老師 有同學 或者還有一些同事 在主內 全部都是天主的子女 我們都是禮兵子妹 這樣講最簡潔的 今天我們要祝聖武無厭言罪的 始開無厭言罪的節禮 那麼複雜的一句 其實的意思就是說 聖武瑪麗不是自出生就無厭言罪 而是聖武瑪麗自引用於夢開 裡面她已經是無厭言罪 為什麼聖武瑪麗要無罪呢 因為她將要成為天主和生子 耶穌的母親 她要成為一個結證的宮殿 一個結證的身體 讓無罪的調柱群羊 耶穌基督住在她的裡面 十個月 那麼這個合併是一個奇跡 因為我們知道聖武瑪麗 她除了是無厭言罪之外 她都是一個同精女 一個沒有親近過男人的同精女 雖然她有氣氛夫 性虐心 但是未過門 未結婚 所以剛才你們聽到福音 福音覺得很含蓄 聖武瑪麗說 我不認識男人 怎會不認識 你爸爸不是男人 不是 認識這兩個字 是補行出來 表現出一個關係 是窮和我 聖武瑪麗教 我還未認識男人 還未親近過男人 還未結婚 怎樣可以生兒子呢 所以聖武瑪麗的華人生子 就算不是聽著教訓 都知道聖武瑪麗的山是誰 是耶穌基督 但是也不是自然男女堅合的華人 是聖神的國人 剛才我們聽到的福音 就是講出這個 令氏事實 不是宗教故事 是令氏事實 無論你是一個信仰耶穌的人也好 你是一個佛教徒也好 會教徒也好 或者你宣認你是一個無神的人也好 你可以否定耶穌基督 是天主 是神 但是你不能夠否定他 是在人類歷史當中 其中的一願 所以耶穌基督為我們神聖的教會 我們時時都說 在信德上他是天主的遺址 是天主的本身 但是在人類的歷史的裏面 他都是我們人類 在拜家庭裏面其中一個 所以為我們神聖教會的信仰 他不是單單只是一個信仰 他亦都是一個歷史史實 教會不是一個單單中間團體 我們和晚聽著教會 亦都是一個歷史的團體 是由人類歷史裏面 有一個人叫做耶穌基督去所建立的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一個歷史記載 不過這個歷史記載裏面 有一些的元素 就超越了 人類本性能夠發生的事 因為有些奇蹟 入了他這件歷史的事裏面 才讓這件歷史事件 可以發生 就是天主參與在人的事裏面 使得一個窮精女 因為天主聖神的不能 而懷了人 所以耶穌基督 雖然他是人類歷史的一員 不過他是無與倫比的 他是天主 是天主從天上降到來人間 為了一個目的 尋找我們這一班 在罪當中打掛 失落了的人 雖然我們在罪裏面打掛 我們失落了 但仍然是天主所愛的 天主想到一個方法 他浪犯人間 成為我們其中一個 然後死在十字架上 給了這個罪的代價 罪的代價就是死 耶穌基督給了這個罪的代價 以至於我們來接受天主的寬恕 因爲這個原因 耶穌要落到來人間 和我們一起生活 成為我們其中一個 他要成為人類歷家庭其中一個 他才有資格 去代表人類 去給這個代價 所以他要離譜 不過耶穌基督從天上 降伐人間 他要成為人 就要好像我們一樣 有媽媽生的才行 天主選了聖母瑪利亞 預備他 聖母時事 在我們信禮當中 他都是一個人 為很多基督身教的大兄姊妹 所以他們以為我們多了個女神 叫聖母瑪利亞 那這個是錯了 聖母是人 不過有一件歷史的事件發生了之後 讓這個平凡的人 這個平凡的猶太的女子 成為一個不平凡的人 是因為他接受了上主天主的邀請 他引辱了耶穌基督 由我一刻開始 聖母瑪利亞作為一個人 不過他多了少少的東西 和我們是不一樣的 聖母和我們作為人 都是天主所做的 做物主就是做物主 受做物就是受做物 他是主 我們是福 不過聖母作為受做物 他接受了這個邀請之後 他和創造主 有一份劝親的關係 這個就是聖母瑪利亞 超凡的地方 他本是人 不過藉著他的信德 他和永恆的天主 創造他的天主 發生了一個關係 是母子關係 是劝親的關係 這個關係就是聖母作為人 我作為人的分別 怎麼學都學不到的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為神聖的教會 對聖母有一份功勁和孝愛 是因為他與別不同 聖母作為一個與別不同的人 在今天的福音裡 我們聽得很清楚 是因為聖母的願意 聖母姐妹 你知不知每一次 聽到聖母主的照叫我 答願意 或者每一次我良心有聲音 叫我行善地獄 然後我願意行善地獄 聚目 每一次老師和你們說 比心機讀書 你願意回應 比心機讀書醫的邀請 而離開另一個遊戲機 離開去街玩 離開能力的娛樂 這個願意 其實是暗地裡 是在說的一件事 我是一個自由的人 聖母馬尼娜 很多人覺得她是一件工具 我聽過很多基督教的牧師說 聖母只是一個工具 全能的天主 可以叫任何一個女人生耶穌基督 那我暗地獄一笑 如果你這樣說 你就自變身家 侮辱了所有的人類 聖母馬尼娜 願意成為耶穌的母親 你將這個願意 這麼崇高的選擇 講成為 她是一件工具 一件廢物 天主喜歡這樣就夠 那人傳是什麼 聖母馬尼娜的崇高 是因為她能夠 成為一個自由的人 去選擇天主的邀請 成為基督的母親 而不是因為恐懼也好 逃避也好 而遠離這份的邀請 所以每一個 站在天主前的人 作為一個基督徒 應該是一個自由的人 自由不是必然 今時今日在香港 有很多人爭取她應有的自由 或者民主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 又不是必然 神活體報紙的時候 很開心見到余震強 你們掛上黃色的標標 表明你們是一間自由的學校 自由的人 我們有勇氣 有專業去講出 我們的選擇 時事都不是因為 做得到才去做 時事都是因為 應該做而去做 自由給我們一份勇氣 自由給我們一份挑情 自由也給我們一份責任感 讓我們懂得 作出正確的選擇 而之後 扶起一份勇氣 去完成這個選擇 作為每一位學生 都是如此 在天主教學校讀書 我們不一定要你 不明使入教 不一定 你不明使入教 天主都不愛你 那個愛去到什麼階段 是死在上面 無論你是否基督徒 這件事都是這樣發生 所以你入不入家 這個是你的選擇 神父很開心 神父不是很驕傲地說 你入不入教 沒有什麼問題 不是 開心到 跳起 如果你們有一個同學 願意你不需要 不過 這個是給你的選擇 但是作為一間天主教學校 我們最重要的是 賦予你們 認識到天主做人 賦予人一份的尊嚴 一份的價值 這個尊嚴和價值 是無與倫比 是無價的 而我作為一個人 我要有一份自由 去生活出這個尊嚴和價值才行 在教會學校裡面 時時培養我們 就是一樣這樣的信息 有時候 可能你會覺得我好沉悲 叫我做好人 做好人 能夠做好人 是一件必然的事 有很多人做好人 他沒有能力去做 他應該持續的毅力去做 做一次半次他就放棄 或者做好人 做好人 沒有苦苦 他也都放棄 所以做好人 是一個熟高的邀請 不是白癡才去做 是一個熟高的邀請 好人讓我們散發出人性的光輝 被人尊重 但是能夠做得到 靠著自己 有時候是困難的 所以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 他成為我們的主 賦予我們一份的恩贓 好叫我們能夠見到善的道路 亦都賦予我們一份行善的能力 而讓我們成為一個 日復一日行善秘惡的人 這個是天主教會辦學的原則 希望大家在求學的間點 在一個特別的學校 是有聰教信任的學校裏面學習 除了在學術上面 努力求上進之外 在人性方面 在修得 成性 修得 立功上面 都要負上一份努力 讓育振強紀念中學的學生 走出來成為一個有文德的標記 這個是重要的 這個是學校給你們最重要的禮物 希望你們在得意之前 能夠獲得到這一份禮物 謝謝大家